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大家好 我是小明 最近甚少离开俄罗斯的普京 他对外宣布了将会离开俄罗斯 去访问亚联邮和沙特 这次中东之恒为的是什么呢? 毕竟他现在带着七暴令 再说中东地区在发生什么 就是巴尔冲突 这次普京冒着危险还要去中东之恒 确实有大事要做 这个大事会是什么呢?我们稍后就跟大家说 在影片开始之前 也有一个好消息想带给大家 因为我们香港青年有一个八天的西安文化历史纯玩团 想带给大家 当中的城市还要不止一个 而是三省联衡 将会由西安玩到洛阳 如果大家对这个纯玩团有兴趣的话 记得联络大眼 大眼的WhatsApp就是93483961 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 就记得WhatsApp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大家赞好留言 和订阅我们香港青年的频道 还要记得帮我们按旁边的小鈴 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条影片 最近深居选择的普京 他一直都很少离开俄罗斯 但是未来有一个新的任务给普京 就让普京终于肯离开他的家门 俄罗斯的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 在12月5号 发表了一个新的消息 他就说普京将会在12月6号 会到亚联邮和沙特 做访问 在这次访问期间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跟亚联邮和沙特的领导人 探讨一下石油市场的问题 并且顺便会为巴尔冲突 里面多方面的问题 交换一下意见 话说这次会访问两个国家 这次普京的行程 就先会去亚联邮 之后才会去沙特 其实亚联邮方面 都是顺路经过一下 最重点就是沙特 因为现在俄罗斯和沙特 这两个国家都共同在OPEC 所以若然要谈论到石油的问题 当然就是要找沙特的皇储去谈谈 其实对上一次普京去访问这两个国家 就要数到2019年的时候 毕竟最近就经过几轮的战事 首当其冲的一定是俄污冲突 而另外最近发展得越来越激烈的巴尔冲突 也是世人所关注的焦点 普京就说到现在世界那么动荡 是时候就要搞一场根本性的改革 那什么叫根本性的改革 这个就是多元化的问题 旧有的世界秩序通常都是单一性 但科技就每一天都进步 就并不是说旧有那套不行 但每一个国家都是时候要改变一下他们的政策 这样才叫做適者生存 虽然普京都说到 一开始就不会一帆风顺 但有一点不进就质退 其实在普京提出多元化的世界秩序的时候 不多不少也有很多人反对他 因为很多人都坚持着一个理念 以不变应万变 但是俄罗斯的国家 尤其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他一向奉行的宗旨就是独立 所以他说到这次根本性的改革 是不容许有任何抗议 再加上他这次访问阿联邮和沙特 有一个国家是最不赞的 那个就是美国 普京重申了一次 俄罗斯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在世界这么艰难的时候 俄罗斯仍然为了全球问题作出贡献 但至于说到捍卫他们俄罗斯的利益问题 之前美国和那些西方国家 是单方面制裁俄罗斯 还想破坏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甚至乎一个国家的根本就是货币 这些这样的行为 都会破坏世界秩序 所以这次普京去访问阿联邮和沙特 亦都是普京对于美国作出的一个反抗 有人就说到 究竟这次普京的访问 会不会跟最近的巴尔冲突有关系 说真的 又很难说得上 是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上周 俄罗斯的普京 寄了一封信 问给巴勒斯坦的总统 就说到这次巴尔冲突的重点 在1967年的时候 在这个边界基础上 建立拥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其实就是解决整个巴尔冲突的关键 说真的巴尔冲突 最根本性的问题 就是生存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是长期一直支持着以色列 用武力和冲突 压榨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空间 就是经过这样的压榨 这个巴尔冲突才会开始 但这次普京就说到 俄罗斯是愿意作为中间人 愿意调停巴尔冲突的和平使者 这次普京去到亚联邮和沙特做访问 要知道亚联邮和沙特 都是美国在中东的盟友 特别就是沙特 沙特里面不单止有美军基地 还注册了大量美军 所以对于这次普京这次访问 美国是绝对不高兴 当年俄乌冲突美国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就是为了要孤立俄罗斯 限制俄罗斯的国际活动空间 但普京这次之行 亦有多少危险 毕竟这次他要去的地方 就是中东地带 巴尔冲突仍然在进行 虽然早前是一个停火协议 但去到现时为止 巴尔冲突仍然是继续开火 最新有消息也指出 以色列已经派了几十个坦克 进入加沙地带南部 甚至乎乙军也有说过 会扩大他们的地面攻势 所以这次普京之行 不多不少都有一些危险性存在 最重要的就是石油减产的问题 因为之前大家都应该有听过 OPEC Plus是打算额外减产石油 虽然沙特和俄罗斯 是支持额外减产 但有一些非洲的产油国 他们的经济命物就是石油 他们当然就是不支持减产 但作为最主要的输油国 就是俄罗斯和沙特 为什么他们肯额外减产 因为维持高油价 就是石油这个产业的根本性 只要石油维持高油价 才能给到多少压力美国 说实在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 也包括石油 任何东西都是需求量的问题 以及现在那么多电动车的出现 已经令到石油的需求量下降了不少 所以若然俄罗斯和沙特 想维持着高油价 必须做出额外减产的行为 所以早前 就算是国际刑警法院对普京下达了七步令 他今次都要坚持出国 他为的就是世界 这些就是普京所说的 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所以这次普京中东之行 是有机会令到俄罗斯 在国际舞台上 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甚至有机会改变现在的地缘政治格局 今天我们香港青年频道的分享就到这里 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香港青年 拜拜 拜拜 12月10号就是区议会选举的投票日 有票就肯定要投 选择自己 心意的候选人 为香港 共建美好社区 接下来12月10号就是区议会投票日 记得投完票才出去玩 你的一票非常之重要 12月10号 请大家流港投票 星期日 吃过早餐 到投票站 投下李神正的一票 接下来12月10号 就是区议会投票日 大家记得投完票才出去玩 你的一票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游乱日志 游志及兴 需要全香港市民鼎力支持 2023年12月10号 是香港区议会选举的大日子 大家记住出来投票支持 接下来12月10号是区议会投票的重要日子 你的一票是相当重要的 记得投完票才好出去玩 12月10号是区议会投票日 有票当然要投 大家记得 带上新闻证 去票站投票 大家记得 约朋友一起去投票 投完票才去玩 香港有你们一定行 12100 重头重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27日快乐 我们下期赔